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每週港股 今週請到信會證券行政總裁審陣營 和大家談談對大使的看法 大仙你好 你好 見到美國聯儲局下個星期將會舉行議息會議 但這段時間見到市場對於當局6月會否加息 其實都頗難觸摸 港股在這兩個星期 其實表現都比較不知想怎樣 比較缺乏明顯方向 見到星期一雖然期穩21,000點留上收市 但見到在端午節假期之前 其實港股表現都反覆下跌了大約30點 大仙你預期美國今個月加息機會大不大 對港股的影響又會是怎樣 我想對於美國會否加息 其實我想我就持平一點 我覺得一半一半機會 就算六月不加七月都要加的 因為其實耶倫一直說的言論沒有變 只不過市場不斷用不同的方式來演繹 令到大家覺得有時候會加 有時候又覺得不會加 你參考利率期貨的意義不大 因為這些是羊群效應創傷的結果 但是真真正正的心裏面想怎樣做呢 我想耶倫自己或者一班聯儲局理事 是知道的 我也都相信他所說 今年要加兩次也是事在必行 所以真真正正可以給他加息的 月份或者會議 不多的次數 問題就是六月還是七月 這個我覺得是一定會有一次加的 好了 對市的影響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都要看 究竟市場將這件事 預期了還是未預期 因為加得息 其實可以當作一個利好因素來演繹 也可以當作負面 看一看加息田或者以息田 究竟那個美股是放在高位 還是放在低位 如果放在高位的話 我覺得就是無論加與不加都要跌下來的 但是反而如果市場在未來的三四天 裡面真的先跌下來的話 反而就算加與不加都是要升的 所以我覺得就用這個角度看的話 反而這次加不加不重要 但是我很肯定就說 應該不是六月就是七月 都怎樣都要加一次的了 所以就那個部署上 例如這幾天其實市場仍然會有波動 在下個星期三之前 其實市場可能反覆還要試一試底 那你預期的底位在哪裏呢 即是如果公佈了之後的走勢又會是怎樣 我預期市場就要試一試回去 兩萬一千點邊 或者試一試 或者如果惡劣一些的就是二萬零八百 這樣就會理想好多 因為始終會試回這個支持位置 站得穩的話 後市都還可以很樂觀地去看 轉說一下股份 中銀香港正是喋舊母公司 即是東盟六個國家的分行 希望年底前可以完成 看看今次的行動 就是中銀計劃由城市銀行發展成一個區域性的銀行 對於這個發展長遠是否一件好事 中銀股價大概現在在二十三元附近 長遠入貨來看又買不是得過呢 其實戰略性的發展是正確的 因為如果中銀香港還只是靠著香港的業務 可能面對著那個難關是非常之大的 我自己對於香港的整體的經濟 樓市或者其他方面 都是比較看淡一點 所以如果它又能夠走出香港 成為一個區域性的銀行的話 東盟的這麼多個國家 這樣的新興市場 其實我反而覺得 經過過去兩年的震盪之後 現在重入了基本面上 反而是有一個增長的潛質在那裡 這個對於中銀香港來計 我覺得是一個合理的發展的路向 不過當然這個過程究竟需要多久可以完成 或者什麼時候會帶來一個 我覺得有一個的效益 我覺得要用時間去發酵 你說中線一點 我覺得可以值得買的 不過這些位置我就覺得尷尬 因為第一 大市來到這些位置也有震盪的危機 第二 中銀香港現在的股價 剛剛就回到4月的時間的高位 變成了有一點雙頂的形態 害怕它突破不了 要倒下來 可能下去1、2元的位置 這樣的時間 先去買就會有一點好處 投資者都要等一等 但見到另一隻升得比較厲害 近期就是領展 原因是截至3月底 可分派總額按年增長了大約一成到46億多 見到全年度每基金燈安位分派大約2.06元 其實回報都超過4厘 市況今年來說都比較波動 現市況買一些穩定收入的收息股 領展是否一個好的選擇 因為見到股價都逼近50元 再入貨你又怎樣看 有貨你持有 你可以繼續看 直至回頭轉勢為止 你便離開 如果捱得到收息才回頭 你很幸運 但如果你說黑熱現在才追入去收息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上吃虧的做法 一你現在買的價格不是便宜 第二你收息完之後 除淨 你現在買其實已經反映了 近期領展這樣升 其實是預算反映這個因素的 那你除了淨之後 你的股價減回的話 你到時要走就走不掉的 或者都是這些位置 甚至未來一至兩年都會持續向下走 它的租金收益是會大跌的 所以來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現在買領展 用來收息是一個危險的做法 那我就不建議大家現在再追入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師你有沒有什麼股份推介給投資者 現在的市場 如果是指數相關的重磅股 我覺得在這裏還會有一定的波動 因為今時今日的行指水平 有別於二三月那時候 那時候在低位慢慢起步 你買一些大磅股全部沒有問題的 但是來到這個階段 反而我覺得要小心一些 但是呢 有一種股份我覺得可以值得留意的 從基本面 預期它的業績好的 就是有一種叫做E.C.醫療 2138 它主要做呢 就是說整體上那個叫做 美容醫療的業務 那其實你看回它上市招股那盤數 以及預期接下來的情況 我相信它的業績是會很厲害 最重要就是說它的價格下跌了下來 因為它上市價是3.03元 其實上市之後呢 一路潛水下去 在兩個二兩個三這些位置做了整固 近日呢 都開始有少少的異動在這裏 那下個星期公佈業績 那這盤數呢 大家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等下個星期出完業績才買 或者星期五那時候 博它的業績好 而開始整固原筆去上升 那我相信呢 目標價看回去上市招股價 應該都不過份的 大師你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呢 我是持有的 醫師醫療 今天謝謝沈振營這麼詳重的分析 每週港股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